从角落都有许多人默默行善 我们特别推出爱与梦想改写人生DNA系列报导 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底是谁为偏乡孩子点亮了一盏灯 环宇新闻和金周刊同步采访深入嘉义东石乡 发现当地孩子因为经济落势和隔代教养陷入困境 对于未来感到茫然 幸好在几年前有一位阿亮老师来到这里投入偏乡客服 打造下课后的秘密基地 慢慢帮助弱势学童找回梦想和自信 也成为黑暗中照亮孩子前途的一盏明灯 中石乡小学下课阿亮老师也开始忙碌 跟着阿亮老师来到教室课后辅导 这些偏乡小孩大多是经济弱势和隔代教养 以前下课后没有安亲班 家里也没人管 时常流人街头成为社会隐忧 阿亮老师来了之后 这里才成为阿国和小婷温暖的秘密基地 像小婷呢 她不喜欢布克 但是呢 阿嬷会要求她 然后姑姑会要求她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他们希望小婷能够有一技之长 能够赚钱能够还债 你喜欢吗 不喜欢 为什么 那臭臭 有啊 厨师 警察 有空就帮忙婆婆播科 但小婷其实有自己的梦想 她认为双手除了播科 还有更多可能性 她看到我儿子在弹钢琴 她也觉得不错 那我就鼓励她 我也先警告她说 会有辛苦要练哦 她愿意 我是觉得说 至少她有另外一方面可以去发展 对 让她的眼界可以打开 和小婷一样 腼腆的阿国 原本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因为是她的父亲是上吊自杀 那上吊自杀的那个时候 她的妈妈已经被赶出去了 在桃园 阿国面临这样 她从小 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她有一种暴怒的脾气 随时会爆发 然后非常不稳定 然后对人也没有礼貌 没有耐心 经过阿亮老师细心引导 阿国重拾做梦的勇气 在她最爱的积木里找到梦想 那你最喜欢把它对于什么 以前喜欢对房子 以前真的喜欢对一些 那个什么 没有轮值的车 所以你很喜欢这种结构跟设计的东西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自己小儿有什么样的 工程师 阿亮老师和师母林素美 一个是土木工程博士 大学系主任 一个是受险业务员 为了帮助更多孩子 双双辞退 高薪工作 投入偏向客服 不只改写了自己的生命故事 也改写了孩子们的人生DNA 欢迎新闻 综艺江浅东专题报道